今天是旅行第四天 現在我們從羅索恩往印特拉肯的路上 路上的風景真是太美了 我們看到很美的風景會停車下來拍照 大概一小時的路程我們就到了印特拉肯 現在的我真是超興奮 因為第一陣子我就要去玩滑翔山 到時候我就會在這個公園降落 現在教練帶著我上山準備玩滑翔山 真是緊張又興奮 你們現在看到穿著藍色衣服的就是我的教練 待會我們就是從這個山坡起飛 我的教練很快就準備好了 他現在叫我過去 起飛的過程把手機收起來 我還以為滑翔山和跳傘一樣刺激 實際上滑翔山不是太刺激 因為飛行的時候很穩定 感覺就像一隻小鳥在天空中飛一樣 你們現在看到我手拉著的兩把手 是用來控制方向的 距離降落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教練問我要不要試試刺激一點的玩法 一向追求刺激項目的我當然不會放棄這次機會 然後教練輪流拉扯左右把手 令到滑翔山在空中不停地轉圈 這下真的夠刺激 轉得我超級滑 還有很強烈的失衝感 不過我個人覺得也挺好玩的 我們終於降落了 整個飛行過程大約15至20分鐘左右 踏完滑翔山 我們便去坐纜車上山去看 恩特拉行的全景 在夜行的地方 都要有些遅廊 再plet這一個會 completamente 非常好看 Things like they have 要給你們一個小鳥 是不足就沒看到 男生也是被風行的 都由餘長 就算是把他 到天空中 還有這個去 有些人在觀景台表演,不知道這是什麼電影呢? 不知不覺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們打算在觀景台的餐廳吃晚餐 一邊欣賞風景,一邊腳扒真的太棒了 下山之後,我們就在印特拉肯小鎮散步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要住的小旅館 我們房間有的小陽台,風景也不錯 明天出發去少女風,大家不要錯過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